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她的第一首solo歌《丛林开辞的新世界》 无论是旋律 歌词 还是MV画面 都带给歌迷满满的快乐性能量 其实经过了三年那种darkdark的系列之后 我很想做到一首歌给大家 每天早上起床听完之后会有能力 我觉得某程度上香港的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很差点为自己去庆祝的一首歌 所以我做这首歌的时候 是很想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放下一些负能量 放下一些烦恼 我首新歌《丛林开辞的新世界》 大家听过名字就知道了 即是从零开始 无论在作曲、曲风上 我觉得某程度上在这个乐坛 我自己作曲是第一次 然后我在创造这个音乐类型 广东歌真的比较少 也算是第一次 跳舞也是第一次 然后跟Oscar合作也是第一次 我之前三年的project 我做了很多系列 我把那个系列已经放在哪里 这次全新开了一个New Chapter 就告诉大家 其实原来广东歌也可以这样 跟田词人Oscar是第一次合作 这次也是Jerd第一次参与 藏着自己的派台歌 他是跟The Hearst的Herman 一起联合作曲 因为我自己之前 就觉得想集中点 focus点在他唱 唱好点 然后再挑战一下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三年都是一个挺好的 时间给观众看到 其实Jerd可以作曲 我又没有特别想的 但是因为这首歌 我想了主题很久 但一直都没有找到 正确的显示 我就说不如试试自己写吧 但我又害怕的 我又特意找来Herman 一起去帮我 令到这件事的世界 更加可以混合到 我本身脑海里面想象的构图 都很顺利 整个过程 我想用了两个小时 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旋律 虽然Jerd平时 经常被Mira的兄弟 笑他跳舞水皮 不过他今次竟然在MV里面 挑战dancing 真是很大突破 今次没有特别紧张的跳舞 经历了三年四年的Mira 跳舞训练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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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很开心 我看到排舞师 他也觉得 我跳完一部分 跟女生的单独单 单对单跳舞的时候 他也说 你转舞了很多 所有东西都很有力 很确定 我也想给自己一个挑战 但暂时不会想 跳唱的歌 也玩了一首 接下来就是Band Rock 真是Band Rock 真是Band Rock 大厦 说到今年的音乐大鸡 Jerd就说 其实一早已计划了 希望可以顺顺利利 按计程度一步步推进 今年的歌 我已经计划好了 在鲁海里有了 接下来就会是一首 真的Band 真的Band 我计划了 也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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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一直都很想 专注音乐上的发展 想用出叠的形式 去做每一个项目 所以我都会 有一系列的歌 想做 今年如果时间去可底下 我也想做多些歌 给大家去听 你的意思是实体碟 目标是实体碟 实体碟 当然是 我今年的目标 还有是开到一个实体秀 自己的个人想 想 想想 我很想在香港大球场上 搞秀 那里要正应应 对 不要 那里回来 我知道 因为一些 噪音问题 我知道 但是我从小到大 都很想幻想 我有一个Super Bowl的场地 让我可以 有现场观众 因为我喜欢玩 就是跟现场观众 互动多些 我自己很想 在契德的场地 听说是可以 山埋天幕 那就不会吵到别人了 快点找我 开柱南歌唱 这么大件事 真的要粗活一点才行 难怪见他 从去年开始 已经密密做Dream 难道是为了演唱会 表演机 做定准备 为什么我现在会做Dream 就是因为之前 想找一些东西去寄托 就是完演唱会 那件事之后 我就 原来做运动 去令自己focus 都是一件挺好的事 就继续了那个习惯 一个星期做三日Dream 到现在都有做 那 一节你做多久 过多 打完卡 过多钟 不是大家所想的打卡 那我觉得 作为一个表演者来说 做Dream 锻炼一下自己身体 都需要的 那现在是不是 Dream 4 都挺传 我又没有特别去量度 你给我们看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穿衣服 好看 我觉得 我不会脱衣给你看 哈哈哈 这个福利 是不会给大家 不知道呢 有机会 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音乐棋材者 在演戏方面都很有天分 只不过 他说今年要专注唱歌 那是否代表会减少拍戏呢 音乐方面 当然是第一项目的 那出歌 做show 一定是我最想做的事 当然演戏自己 今年得到 这个金像奖提名之后 其实都是 一个很好的强心心 但我觉得演戏方面 其实还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那我自己现在做 至今 是挺享受演戏 就是挺享受 跳入一个 跟阿珠本身 完全不同性格的角色 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 就是最重要的角色是好玩 无论做什么 我自己无所谓 造型 接着要我扮得很噁心 又或者 我不知为什么一直都很想 做龙 我很想做日本那套 爆粗病友的那些 如果香港拿到版权 重拍的话 我觉得 我自己很享受去玩这些 就是变贓 大家看到我的MV都知道 我很喜欢变贓 正 比方我们说 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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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艺术 也是一个挑战 是 看看有没有机会 如果角色需要我 我是可以的 无所谓 现在已经操好了 脱衣 脱衣 我的脱衣 就是没有脱衣 哇 是否很厉害呢 如果剧本真的有到色戒 我是真的不介意的 阿珠第一次拍电影 受得到金像奖提名认可 但反观在音乐事业上 虽然他不断尝试 将一些新的音乐类型 带给香港歌迷 但这种创新 似乎还未受到主流颁奖礼偏外 我从《狂人人》开始 其实我有成功感 做完首歌 大家都觉得 是一个非主流 不是大众的音乐 但我做完《狂人》之后 陆续 有很多人都会开始 做一些很暗的歌 然后有很多 陈女 MC 然后大家还要喜欢 某程度上 对我来说是一个另外的成功感 就是音乐上 开发了大家的脑袋 去接受多了种类的音乐 做一个开荒牛来说 我又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始终这个社会有接受 又不接受 我自己做到 我自己想做的音乐是最重要 当然没有会有少少失落 但是我都继续 就算没有奖 像我今年 我都照样做回自己想做的事 但都失落来不久 或者是 很短的 我这么乐观 失落感 我想是维持到几天 几天就没了 之后就继续做回自己的事 各位柳柳粉 又不用太担心 大家都知道 阿J是个开心仔 有什么压力 或者不开心 都很快 而且还经常向MIRROR兄弟 传播正能量 我常常都很想分享一些 帮他缓和一下的气氛 即是很高压的情况下 我就进去的时候 大家想笑 即是我很想做到这个 即是令到他们放松一点 那么大压力 那么紧张 没用的 紧张又做不好的表演 这样 即是开心很重要 最重要是没压力 那你觉得其他兄弟 哪个人最好 你最想令谁开心 是的 阿Lo 他经常很大压力 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那么我希望他 听完我手 从零开始 在新世界 真的可以放松一下自己 即是开心 大家听完他首新歌 是不是都感受到 他的happy vibe 呢? 请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iewone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我们的IG和Facebook 我们的IG和Facebook 来iii 我们的IG和Facebook 是